弘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 柔佛永平德教会子安阁用了三年的时间 耗资779万令吉打造的运转降龙 已经在上个月底对外展示让民众参观 全长107公尺 高15.5公尺的这个手工雕龙 不仅是全马最大 也是全东南亚最长的龙像 而民众甚至还可以走进龙身里 一起去看看 来到柔佛永平德教会子安阁 目光立刻就被眼前这一座运转降龙塑像给吸引 占第3721平方公尺 最高可达到六层龙那么高的龙像 除了外形让人惊叹以外 在细节构造上也不马夫 闪闪发亮的龙林采用了中国进口 1200度高温炼制的瓷砖铺建而成 因此就算常年不晒在阳光底下 也依然能保持云有的光泽和颜色 而龙像的设计也处处蕴含着玄机 从四周的文明灵院到龙像内部 都根据一经八卦五行作为基调来建造 没错运转降龙不止外观壮丽环境清幽 龙体内部也能让游客进入三观 里头备有冷气设备并由144个阶梯组成 当局也找来了中国画师在墙上 画上武器衣服壁画 内容主要以天神 十殿年王和24校图为主 阶梯和壁画的数目是参照一经里头 天地人等元素设计 从中产生磁场 让游客从龙头到尾走了一圈后 能去掉自己的霉运 增加运气 这也就是为什么龙像命名为运转降龙 不过想要到这里转运可需要付费 成人可要支付25令吉的门票 至于12岁以上或年长者 则需要10令吉 虽然一些民众似乎觉得门票太贵了 周康凯就回应 门票在扣除营运开销后 剩下的余额都用作慈善 他希望运转降龙 不仅为永平这个小镇增加新地标 也能带动当地的旅游业 NTV7张俊杰 柔佛永平专题报道 BGM 感谢观看